粉丝说选板材选的我头都大了 全无定制说颗粒板好 木工说生态板好 我到底该选哪个呀 其实衣柜的常用板材无非就三种 颗粒板 多层板 以及生态板 一颗粒板就是把木头打成渣 用胶最多 最大的优点是不易变形 但是不防潮 橱柜和浴室柜别用它 二多层板就是把木头裁成片 强度高 适用于浴室柜橱柜 但性价比低 三生态板就是把木头裁成块 用胶最少 防潮防火防腐石 我家选的就是生态板 然后送到加工厂封编 木工组装 便宜还环保 做出来和全无定制没差别 有人说木工打柜子有钉孔 这都啥年代了还钉孔 这种鞋钉了解一下 或者也可以像我家一样 做成三合一孔 做出来就是全无定制 我家板材165一张 全无共计48张板子 包含一个榻榻米 一个衣帽间 一个鞋柜 两排橱柜 封编25一张 共计9120元搞定 下期分享一下我家的衣柜格局